你有在這樣爆紅之後覺得 是加分嗎 沒有 我覺得大扣分 應該說我寧願 都是好的評價 然後不要這麼多的版面 我也不要像現在這樣 在言上背後的真心話 賀龍主持的賀龍夜夜秀 日前捲入騎士伸張人士的風波 受到各界撻伐 今日他介紹ETTODAY星光與訪問 他也已經漸漸放下 排山倒海的撫平 現在好多了 但還是多少一點魚稽有蠢 因為那時候網路上負評你的臉 而且很多人會在我的版面 或私訊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難決然把網路關掉 但是走出去就會覺得 我會錯亂 就網路世界跟現實世界 我會整個錯亂 所以就會逃去鄉下 有人說我那篇文的誠意不夠 但有一半人說我不應該發那篇文 好像來蹭 我在發那篇文的當下 因為那是當天的新聞 傍晚 然後我好像過兩小時發這個 那兩小時我想蠻多的 就是到底要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做多也不是 然後不做也不是 所以那篇文就是 我記得我的字數不多 我就把我想講的講出來 然後我不做過多的 什麼遲早渲染這樣子 我覺得我已經做了 我認為最好的做法了 那當然下面很多人罵 那就這樣吧 你有在這樣爆紅之後覺得 那是加分嗎 沒有我覺得大扣分 身邊所有人到現在為止都跟我說 這一波 不管被罵的程度比喻多高 都是好事 但我不這麼認為 應該說我寧願都是好的評價 然後不要這麼多的版面 我也不要像現在這樣 我覺得影響是有一點啦 但我沒有到這麼難過跟這麼悲傷了 可是就會覺得 有點像空虛感 看完電影走出電影的感覺 我那些當時的負面情緒 我還是立立在目 只是就會覺得事情過了 就繼續往前走 你有那時候成為人的資助嗎 我覺得他成為我的資助的點就是 他幾乎不吵我 其實沒有岩上 我也希望他不吵我 其實這個做夜夜秀的時候就是 那時候說要重啟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是戲稱說 又要當兵了 所以那四個月你們就幾乎都會約會 就是這樣 而且我們會跟各自的 就是另外一半家人先做道別 沒有到暫時分手 只是我會跟他講說 你可以傳訊息給我 但我幾乎都已讀喔 他會抱怨 但我就會 你不會 嗯 你怎麼安心他在外面 就是會不會別人追走 我沒有想過耶 算信任吧 好聽就是信任 難聽就是無心 有追很久嗎 沒有 我沒有追過女生 完了 性標題 沒有 那你當時決定要交往 可是他有什麼特質條件的事嗎 他很有趣 我很喜歡有趣的女生 我有一段戀情 大家都可以看出端倪 那你看到博恩 就是應該不入家庭 你自己有這樣的幻想嗎 沒有耶 我看到他這樣 我反而覺得 我更不想要家庭 而且他會勸我不要啊 對啊 他現在小孩已經兩歲了 那他就應該跟我講過兩年 不要生小孩 你真的有聽進去是不是 有啊 他看起來超痛苦的耶 你會想要結婚嗎 就假設不生小孩好了 不會 不會 生小孩跟結婚 生小孩還比較有 有一點可能 對我來講 所以假設有一天我結婚 那一定是我想要生個小孩 那他要接受嗎 我們沒有聊過的話題 我也蠻怕跟他聊的 因為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好像跟女朋友聊完這個話題之後 會讓女朋友有一種 即將要被求婚的期待 然後我覺得那個期待很可怕 如果他來跟我要這程度的話 我就會給不起 但索性他沒有跟我要過 因為他付出很少耶 對 我會經援他 譬如說吃飯啊 我會付錢 我就是非常沙文的 不AA字的男性 我知道了 我不是一個好的情人 感覺他好像要跟別在一起 其實是他要克服中央百貫 對啊 他蠻辛苦 所以你會覺得更難吃 嗯 對 那麼隨便 你永遠 準備 允美